看新闻龙卷风 林毅市的所惠风暴牵扯出中刚 还有中刚的子公司之间的庞大的利益关系 在中刚呢一年可是有5000亿的利润 而这5000亿的利润当中呢 还包含了它的炉石炉渣这些废料部分的一些的产值 而这个产值呢在以前的时候 94年前呢中刚是属于公开招标来处理这些炉石跟炉渣 但是呢在94年之后呢 由这蒂永公司跟利外的三家公司呢 私底下协商 因为呢这个炉石跟炉渣中间啊 有非常庞大的一样产值在那边 可以点时成金呢 我们今天请到了几位来宾一起来探讨 这点时成金的重要的因素在哪里 还有其中的获利部分 为什么蒂永公司这次陈启强会 这么样的在意这件事情 第一位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立刚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立刚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博安 立刚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邱明玉 立刚好各位观众晚安 还有资深媒体人康仁俊 立刚各位晚安 中刚一年的产值高达5000亿 其中呢在炉钢的过程中 有许多的下脚料 而这些下脚料可以点时成金 让人寄予 中博 为什么这些下脚料 有这么高的价值 让这么多人抢着会要 最近很流行肥羊两个字 什么科技大佬 是女人心中的肥羊 什么是立委心中的肥羊 中刚 国营事业 我先不去讲 它的这个采购 以及钢材的分配 我先不去讲 我就光说你们眼中的垃圾 下脚料 下脚料不是都是炼钢以后 剩下来的一些废渣吗 就讲这下脚的东西 值钱 来我们讲第一个 脱流渣 脱流渣就是让什么 陈启祥这几十几年来赚大钱的东西 脱流渣 中刚他把这个脱了 流了之后的这些 浮在上面的渣 卖给了这些公司 对 然后他们呢 就去塞 塞什么呢 塞险这个东西出来 而险这是什么呢 我们讲百话点 生铁啦 有没有 但是你做完这些事情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什么 肺的尾杀 就像我们画面中看到这些东西 就乱丢 就乱丢哦 他不花钱去买的 可是他塞出来的这些东西 卖给日本啊 卖给需要的国家 你知道吗 当地就有人讲 我说 哇 以前哦 越早做 越早做是越贪质 他就说 像有一个 姓李的李董啊 光做这个 以前 他是求本事的 现在呢 亦来亦去的 财产是亦来亦去的 脱流渣 各位观众朋友了解了 对 但是八八风灾之后 脱流渣不是那么好赚 还有环保的问题 来 中联 中刚的子宫是中联 一个叫炉石灼磁料 一个叫炉下灼磁料 这两个东西 反正都是一样 就像我们立刚兄讲的 就都是炉渣啦 成分不同而已 但是也赚 也赚 像中联 成绩小夫就抱怨吗 哎 委员啊 美书长啊 你不要每次都把炉石灼磁料好 都被中联拿走啊 留一点好的给我们吧 你就知道炉石灼磁料 原来还有分好坏耶 炉下灼磁料也是一样 他也是抱怨啊 中药公司 不要再透过这间了啦 好不好 以后直接跟中联拿好不好 这两个东西 都可以提炼出 所谓的钢铁 然后再把这些钢铁拿去卖 来我们看一下 他的产值一年会高达一百亿的产值 这三项东西 自从有人知道如果去分离出来之后呢 这些人光把这些提炼卖给别人就可以赚这个钱 那所以立委他们当中分配额有多少 一百亿哦 我就说分个三趴好不好 也有三亿啊 三趴 我说就是分个三趴好不好 来一般的立委哦 一季可以拿到五百吨 我们讲哦 这些东西一年大概都 下假料一年可以拿到五百吨 这是一般的立委他可以分配到的 没错 我就以脱流渣为例 中刚一年大概就有三十六万吨 中刚一年三十六万吨 那一季呢 除以四嘛 那就是九万吨 一个月三十六万吨 对 不是一年三十六万吨 一年三十六万吨 那一季就是九万吨 一季九万吨 大家来奔啊 反正这是奔手嘛 对我中刚来讲是奔手嘛 大家来奔啊 来 你一般的立委 你一季就是五百吨 OK 九万吨扣掉你这五百吨 没关系 我还有八万多吨 还有分配名额 执政党重量级立委 比方说干哥 他就拿三千吨 你没看 弄那么胖 对不对 三千吨 对不对 那部长级的呢 一万吨以上 那这每一吨 业者可以赚多少 我先不提 但是假设你是赚 我就是要抽 我就抽那个趴数 再去乘以一万吨 或是乘以三千吨 或是乘以五百吨 我当初选立委开机 都看回来啊 对 所以呢 这个下脚料当中 其实还有许许多多的 金钱的含义在里面 鸡份如果不值钱的时候呢 这鸡大便 没人要 但是呢 如果鸡份值钱的时候 鸡不可以随便乱大便 中刚的下脚料 在这当中 他的金额产值有这么高 国安 下脚料到底要怎么来赚 你知道 下脚料这个东西呢 他一年 可以帮中刚 他所这个衍生出来价值是多少 你知道吗 有多少 他包括了这个所谓的炉渣 还有就是这个 所谓的脱流渣 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全部的衍生出来 这是之前中刚董事长 林文彦跟大家讲的 足足有一百亿元 这么多 一百亿资产币 下脚料光是下脚料所衍生的商机 就是有一百亿新台币这么多 所以刚刚您说的很对 这个鸡如果呢 这个鸡大便 它如果是不值钱的 那鸡到处乱大便 可能没有人管 可是如果这个鸡大便呢 它是值钱的 哇那不得了 鸡不能乱大便了 天天来我家大便 天天来我家大便好了 对这个 巴不得这个鸡大便 全部都在我身上 对不对 然后拿去当黄金来卖 对 所以这个真的非常重要 当然中刚呢 他这个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中刚是提出了一个新闻的一个澄清 他说其实呢 在这个下脚料的部分呢 中刚就说 那么扣掉了一些这个运输的成本啦 还有这个金属筛选的成本呢 那么还包括了这个 伪扎处理的成本 还有管理的一些成本 伪扎处理的成本 就我刚讲的 会乱到 对对对 就是如果你这个到 被环保局罚了 这样也会有一些问题 这些成本扣掉了 他们认为说 其实获利是有限的 但是呢 其实你从这张图 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上面可以看到 其实呢中刚每年呢 释出的是36万吨的下脚料 那么他会把这些脱流渣 还有这些下脚料呢 分给地勇公司 台协公司 跟大地量 这三间公司 那么由于这三间公司 大家都知道 每一间能够处理中刚 他这个下脚料的公司呢 其实背后呢 都有背景都蛮硬的啦 对对对 那背景才有办法去拿到这些 对对多多少少嘛 对不对 靠人家这个 这边打通关节 那边又怎么样 所以才能够 让这三家拿到这个合约 但是这三家拿到这个合约呢 大家可以看到 中刚是平均来分配的 我一家就是12万吨 对一家就是12万吨 那么以中刚的算法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这650元呢 是卖这个提炼出来的这个咸铁 咸铁扣掉这个营运成本之后 它每一顿会净赚650元 那么净赚650元 每一顿现在的利润是净赚650元 对然后大概呢 乘以每一家 它是12万吨的一个 每年的一个配额 所以它一年呢 它的营业额就是7800万新台币 但是呢 我们可以扣一下 比如说7800万 扣掉了这个陈锦翔 那给这个林义士的6300万 那么它一年呢 可能只赚到1500万 不过我要先跟各位观众朋友解释 这个呢 其实所谓的7800万 它是这个一年 所谓的这个营业额 所以其实这个是要乘以5的 这6300万呢 是它一次给亲的 它一次给亲就是5年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数字还要再高过现在我们看到的1500万啦 这是这个数字 但是呢 其实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是民间的说法 因为呢 我们所谓提炼出来的咸铁 也就是这些废料所提炼出来的咸铁呢 它在这个民间来讲 比所谓的回收的废钢料 还要值钱 那么因此大家可以看到 这12700元是民间的利润 那每一顿可以赚这么多呢 乘以12万顿 事实上呢 每一年地勇公司或是其他两家 都可以至少有15亿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利润来 它的残疾有大 足足差了100倍 足足差了100倍 对那我再跟各位报告 全世界哦 其实进口 这咸铁出口量 就提炼好的咸铁 出口量最多的国家是巴西 那么国际的咸铁 事实上价格非常高 因为在之前可能有一些 这个波动的时候 最高的记录呢 曾经卖低近500美元 一顿 利润高到一顿 一顿卖500美元 大家可以听到 那一顿其实在 中刚的算法来讲的话 其实咸铁 还算保守了 对咸铁卖出去 一顿大概是4000块 4000块台币 大概才100多块美金 所以其实呢 跟国际上的价格来讲 台湾自己来提炼的 事实上比国际的便宜 至少有4倍以上的价格 所以说你说这三家公司 怎么可能不赚呢 所以卖到国外去 然后它的价值反而还更高 对对对 在这么高的下脚料的利润当中 我们可以注意到 地勇公司陈启祥 他费尽心思 一定要拿到合约 因为获利太高了 但是大家可以注意到 一件事情 陈启祥他在媒体拍摄到的时候 都穿了一件鞋纹衫 而这件鞋纹衫 暗藏了什么玄机呢 我们来看一下 话说角兔有三窟 巧合的是 陈启祥也有三个住处 陈启祥的三个家 老家在嘉义的六角乡 第二个家 在凤山五甲发机前的公寓 在六年前 大发工业区的厂房盖好后 陈启祥的三窟 让人搞不清楚 他到底回到哪个家 陈启祥不止角兔有三窟 陈启祥不止角兔有三窟 眼尖的人也发现 陈启祥在中刚被拍的照片 我发现 这次是 疯的 我们在凤山裤子上 第三个家 初启祥不止角兔有三窟 家乜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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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现在这真的是政坛上一个还没有引爆的炸弹 所以这个炸弹可能还没有引爆 还有一些发展性 对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还要再提到说 他这个人的个性 就是说他会做这样的关键录音 坦白讲他是一夜沧桑史 怎么讲一夜沧桑史 因为他16岁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 完全白手起家 白手起家他当什么你知道 高雄港的码头工人 那个从苦力开始干起 也就是说他不是 他是苦出身的 他是真的是苦干出身的 16岁起家刚刚中博讲很清楚 那个费如渣 就是下脚料 对 在越渣走越坦 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 他已经上益了 他就上益生家了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 六十几年他就已经一来一去 一来一去 做股票还有VIP 你知道我们VIP后 我们长大以后才知道VIP 对不起 他民国六十几年 他已经有VIP 那个年代的VIP真的是 只差没有鱼翅可以吃 我讲句实在话 那后来呢 他在真正 就是说白手起家赚大钱之后 每天也是跟我们 就是说我们跟我们开玩笑说 用鱼翅漱口是真的 可是他因为爱赌 他曾经倒过 他曾经倒过 挥霍掉了 挥霍他挥霍掉了 他倒过 他有时候他倒到 真的身上拿出来只剩下几百块 当时他去跟很多人戒 戒不到 跟亲友戒戒不到 所以他就发誓 他一定要重新站起来 所以今天在这 就是说你今天看他 今天会做事情 用这么极端的态度 其实跟他以前 曾经受过的苦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大起过 然而他也大落过 所以到最后2008年 2008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那时候就知道了 他一定要找一个重量级的 靠山 靠山对 谁是靠山呢 多方打听 可是他不认识林一世 他知道林一世 是他的锁定的对象 他认识 可是他没有办法认识他 后来是靠谁 后来是靠他亲家的七舅 帮他介绍了谁 介绍林一世 在湖内乡的大庄角 郭仁才 是这样才认识的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插曲 是什么 就是说在两年前的 高雄市长选举的时候 因为他要维持中刚的料 以及让环保局不要来找麻烦 对不对 我花三四十万 極借让我记 记一面好不好 就说他见市长一面 那市长就看了半天 我们菊姐也很聪明啊 说到底是为什么事情 后来想一想说 不不不不 所以极借没有债 讨在没有见他 不然现在极借你不是要皮皮串 对 所以他在当时陈启祥呢 他的这些下脚料的废料 他还要买通环保单位 甚至想要对高雄市长 来下一些动手脚 忠伯 这个陈启祥 他当时跟他女朋友陈采梅两个人 带着录音笔 让这林义士所有的整个过程当中 全都已经录音下来了 他整个的流程跟做法 好像一个专业的办案人员 心思也是非常的细密 陈启祥 他这次让林义士真的知道了 陈启祥啊 刚刚华干提到 吃鱼刺的人 常常为了为了自己的辛苦 去汉来饭店 自己一个人去吃鱼刺 自己一个人 为了这个人 他是不信任别人 做什么事都一个人 但这次你要去录人家的音 你就没办法一个人 所以就带着自己的老乡好 陈采梅 然后呢 就去林义士他家了 而且分两次 我跟刚才这朋友讲 为什么要分两次 其实本来去一次就够了 反正我该套的话呢 就把它套出来就好了 结果回去一听 套得不够 所以才有第二次了 所以第二次去 实施目的是要去再去套 那我们先来分析第一次 这个时候陈启祥带着陈采梅去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陈采梅在这个所谓的电话译文 我们大家都看到 录音译文都看到了 陈采梅 你明明是去跟人家谈 八千三百万 怎么还不给的事 可是你怎么老是要去提两年前 六千三百万这件事呢 你无非就是要让什么 到时候检调单位 能够清楚知道 因有录下来 前年有拿到钱 对 而且呢 只要林义士有提到 就是说对 六千三百万的时候 陈采梅都还会说 对六千三百万 就是再附送一次 但是更恐怖的 就是再第二次 回去听 觉得录得还不够 所以 三月十号再去他家一次 观众朋友 你自己想想 我们去人家家拜访 你会进人家家门 第一句话就讲 今天是三月十号星期六吗 哪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 陈采没做这样的事情 奇心可异吧 今天是三月十号礼拜六 他讲完毕之后 为了怕这个日期 可能声音不是很清楚 陈启翔还在旁边补一句 拜啦 对吧 用台语讲 好了 接下来他跟林义士的对话 他们对话的那种方式 仿佛就像是办案的人一样 我真觉得他们的技巧 不输警察跟检察官 套话来了 你看看 我上次拿给你六千三百万 我也没跟你说先啊 对不对 对啊 我是要跟你 决定一个总经验而已 对不对 我也跟你说得很清楚 对不对 你们上次拿六千三百万 我也表现很辛苦 你这次 你还要八千三百万 我实在是不堪 你到底是要怎样啦 好 观众朋友 为什么陈启翔 他讲要故意再提示六千三百万 他就是要让检察官知道 林义士有拿六千三百万嘛 还讲两遍 这边一遍 这边一遍 是不是 然后再来喔 还故意要去问八千三百万 我不堪 你要怎么分 对不对 然后林义士才会讲出什么 三三二三 你全部都中计了啦 所以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导演 他已经开麥了 我来开始当导演 你变成了演员 对 我就是要收你的 唯一的瑕疵就是录音笔的品质没有很好 让我们大家都听得很辛苦 但是细部的部分都已经录到了 搞啊想把林义士所有的整个过程 全部都经由录音而录下来 林义士的大起跟大落 跟彭爱佳有关吗 广告回来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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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